我們參加冒鞋的食品展應該已經十幾年 可能都快二十年了 那我們也是每年都參加 幾乎沒有缺席過 我們當時覺得台灣機貿網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服務 可以把網路資訊先曝光 然後再藉由這個實體的展位 讓客人能夠看得到 上網也查得到 這個是政府認證的一個輔導單位 其實國外網也查得對這個是很放心 我們也可以透過經貿網 它後台提供的這些數據分析 我們可以了解到現在商品流行的程度 我們要因應哪些市場開始崛起 我們要來做一些什麼樣子的準備 這些都是經貿網可以提供給我們的一些數據 加熱電子加入台灣經貿網 大概是2005年的時候 那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5年的時間 經貿網提供的一些方案 有雲端展間還有VR的部分 那這一塊對我們現階段 疫情期間在搜尋新客戶 這塊有很大很大的注意 那目前有一些像埃及 像印度 文萊還有中國的一些買家 讓客戶需求的東西 直接由買家跟賣家直接去溝通 我們可以把客戶的訊息很明確地回覆給他們 所以美生是我們加熱追求的極致目標 現在台灣的年產量大概40萬公噸 其中有10%一成左右都是外銷 特別是今年的關係 全球各地的人都要來買鳳梨 我們常常在那個台灣經貿網上面 收到很多客戶的訂單都是 日本 日本是最多 因為最鄰近嘛 而且我們跟日本的關係也很友善 就是日本最多 歐洲 美國 澳洲都有 日證公司那是在2010年 加入這個台灣經貿網的 那在記得當時我們公司的一個官網建置 並不是來那麼健全跟完整 從外貿協會小姐到台灣經貿網這樣的一個平台 藉由這個平台能夠讓我們的產品 甚至我們公司的一個品牌 能夠在這個全世界來做一個曝光 經貿網的後台我們可以去設定 想要找到我們的目標買主 以及在這個主要販售的產品的一個類型 這個平台它就會依據這個設定來媒合買主 那並將這個買主的相關資料發送給這個會員 當季的推薦是我們公司最常使用的一種服務 對我們的一個中小企業來講的話 是非常有幫助的 創立資本非常的小 我們創立資本額只有300萬 那以300萬的資本額呢 要做一個這個硬體設備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因為光是模具就花掉我們大概三分之二的資本額 所以呢我們選擇 可以無緣佛界到全世界的一個電商的一個平台 那基於這個考量呢 因為我們當然自己是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台灣的一些電商 但是國際上如果國際的客戶 我們考量之下因為台灣金貿網它代表是台灣外貿協會下面 等於是政府資助的一個電商平台 那等於是國家的門面 所以我們就選擇 當初就優先選擇在台灣金貿網 來上架我們的產品 我們現在因為有兩款產品 在金貿網上架 那目前每個月都會有 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的 一個人家購買 他直接在我們金貿網上面下單 那這些客戶呢 當然未來都有可能變成我們潛在的代理商的客戶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是金貿網的一個尊爵會員 金貿網也提供我們幾個外面沒有的服務 比如說像是有一個360度環境拍攝的一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呢 單獨我們在外面拍攝可能一組 好不好就是要幾千塊 那他幫我們把金貿網 幫我們把全部的產品都拍攝過一輪 那這個呢 在因為目前就是全世界各國的buyer 其實透過這樣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們產品的一個全貌 而不是一個平面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VR展間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呢 其實就是讓有一些對我們公司產品 或是對我們公司有興趣的一些代理商 不同國家的代理商 我們在這VR展間可以做一個進一步的洽談活動 那最近呢 有一個來自泰國的JD Central的買主 那他們對我們產品非常有興趣 所以最近正在洽談當中 我們期待未來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成果 我們自己是新創企業 那我們自己比如說在我們網站上面 要自己面對全世界 因為它會面臨金流物流的問題 那新創企業資源有限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建議就在台灣經貿網 基本上在金流物流這一邊 它已經幫我們解決掉了 歡迎大家一起來使用這個尊爵服務 我們這類的產品又剛好是 疫情下的必需品 所以在振興的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選擇了就比較是積極的拓展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選擇是廣告的一個輔助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如果兩萬的輔助的話 大概可以產生大概八萬左右的一個營收 我覺得冒險一直以來 是陪伴我們中小企業 一個很好的一個好夥伴 尤其是把我們的產品 帶到國際然後在國際上能監督 所以有金毛網揮出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快速的就加入金毛網 在上面得到的最多的當然 我覺得很直接的是 你被國際其他的buyer看到 我覺得這個無用至於 那第二個的話我覺得是 就是金毛網的後台 可以看到那些數據嗎 數據是很棒的是 你可以知道大家在關注 或大家在搜尋的是哪一些關鍵字 你可以從這些關鍵字的熱度 去進一步的去修正你的產品 或是進一步的去 甚至修正整個公司的走向跟策略 這樣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我覺得第三點 就是說你在金毛網上面 如果有上架的話 其實你可以跟第一線呢 得到很多冒險那邊的 一些客人的資訊 那些資源 甚至有一些實體的媒合會展會 我們也是透過金毛網 或是怎麼樣的一些專員 我們第一時間知道這樣 金毛網它是一個領頭羊 它帶領著就是中小企業 然後跟其他很多國際的 電商街軌 你就隨便講就是 例如說亞馬遜啊 那樂天啊 那或者說像東南亞的一些市場 這樣子 那尤其是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有參加過兩次的這個光點計畫 那光點計畫其實就是帶著台灣的中小企業 跟亞馬遜的平台去做串結 那透過光點計畫 我覺得我們的產品就有被看見 而且你可以更快速的去找到對應的窗口 然後你也會更快速的去了解到說 喔原來亞馬遜的系統是這樣 你的這一些上架的方法 那甚至我們常講的就是 關鍵字優化 那讓你產品優化 廣告優化的方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這一些都是我從 金毛網這邊得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資源 這樣子 叫做